江河 自古以来就是诗人们挥洒情感 寄托哲思的最佳题材 从滔滔大江到蝉蝉小夕 他们承载着诗人的好情壮志 也倾诉着他们的离愁别墅 今天 我们将一起穿越千年 通过一百句描写江河的经典诗词 走进那些被流水浸润的诗行 感受诗人们眼中的大自然美景 与心中深藏的家国情怀 无论是李白的君不见 黄河之水天上来 还是杜甫的无边落幕萧萧下 不进长江滚滚来 每一句都如同江水般奔腾不息 但我们领略诗意江河的无尽魅力 一 江南可采莲 莲叶和甜甜 汉岳府两汉江南江南水乡莲花盛开 莲叶绿意盎然 展现自然的生机与美丽 描绘出充满活力的水乡风光 二 江南嘉丽地 金陵帝王洲 谢挑南北朝 入朝曲 江南自古是风景优美的家地 金陵更是帝王的独城 诗中张写了地狱的富饶与文化的繁荣 三 江南无所有 辽赠一枝春 陆凯南北朝赠范叶诗江南虽无珍贵之物 但仍赠一枝象征春天的梅花 表达诗人对有人的深厚情谊与美好祝愿 四 江碧鸟于白 山青花欲燃 杜甫 唐代绝聚二手 江水碧绿 衬托的白鸟更加明亮 青山绿水间 花朵旁扶要燃烧般艳丽 画面充满生机 五 江上往来人 但爱卢与美 范仲淹宋代江上渔者 江边行人络绎不绝 皆喜爱鲜美的鲁鱼 诗中流露出对自然美味与简朴生活的向往 六 江流天地外 山色有无中 王维 唐代汉江临跳 江水似乎流向天地之外 山色朦胧 虚实难辨 诗人描绘出开阔的自然景 景观与深远异境 七 江境潮出落 临婚帐不开 宋之问唐代提大于临北溢 江面平静 潮水出退 昏暗的林木弥漫着瘴气 渲染了几凉与压抑的旅途氛围 八 江流石不转 遗恨诗吞武 杜甫 唐代八阵图将水流动 而石头不动 遥想诸葛亮不能成功统一 诗中透出历史的无奈与遗憾 九 江湖多风波 周极恐诗坠 杜甫 唐代梦里摆二手其二 江湖中风波险恶 传之容易翻覆 诗人以此比喻世间险恶与对有人命运的担忧 诗 江暗与欲来 浪白风出起 和讯南北朝 相送 江面昏暗 与世将至 白浪翻滚 风声渐起 诗人以此烘托离别的沉重 与不安 十一 江水三千里 家书十五行 元凯 明代经诗得家书 江水绵延三千里 家书却只有十五行 诗人以此反映出长途离别后 家书弥足珍贵 十二 江碗正愁于 山深闻这姑 新契集 宋代菩萨满书江西造口壁 江水暮色深沉 愁绪涌上心头 山中传来这姑的鸣叫 愁苦的心情与宁静的自然融为一体 十三 长江一帆远 落日五湖春 柳掌清 唐代剑别王十一男友 长江上一夜孤帆渐行渐远 夕阳映照五湖 展现出诗人对朋友远游的祝福与无限的诗意 十四 长江碑已至 万里念江归 王伯唐代山中 长江碑碳江水滞流不前 诗人摇望万里之外 思念归家 情感深沉而浓烈 十五 过江千尺浪 入竹万甘邪 礼桥 唐代风 狂风掀起江上千尺浪 吹入竹林 万甘随风倾斜 诗句描绘出 锋利的强大与自然的壮观 十六 木将停不动 春花满正开 阳广随带春江花月叶二手 暮色中的江水平静无波 春花盛开如锦 展现了春天万物复苏的美丽景象 十七 三江潮水急 五湖风浪涌 崔浩 唐代杂取歌词长甘曲四首 三江潮水湍急 五湖风浪汹涌 描绘出水域间的壮观景象 暗示着人生旅途的波折 十八 飞无江海志 潇洒送日月 杜甫 唐代自经赋奉先献永怀五百字 虽有壮志未愁 但依然潇洒自如 任日月流逝 诗人坦然面对人生中的波折与得失 十九 迟日江山立 春风花草香 杜甫 唐代绝聚二手 春日漫长 江山名立 春风拂过 花草芬芳 诗中洋溢着春天的勃勃生机与愉悦 二十 嘉临九江水 来去九江策 崔浩 唐代长甘曲四首其二 家住九江之盼 行走于江边 诗中流露出对日常生活的深情描写 充满生活气息 二十一 湛湛长江去 明明细雨来 杜甫 唐代梅雨 长江水清澈流淌 而天际细雨迷蒙 诗人通过自然景象的对比 表现了内心的沉郁 二十二 风月自清夜 江山非故园 杜甫 唐代日暮 夜晚风清月明 江山美景在暮 却非故乡 诗人抒发了客居他乡的孤寂与思乡之情 二十三 海日生残业 江春入旧年 弯弯唐代赐北故山下 海上续日生起 驱散夜色 春意随江水进入旧年 诗中寓意 驻新旧交替 希望与生机 二十四 野静云聚黑 江传火独明 杜甫 唐代春夜喜雨 荒野小静云层压顶 江上传火显得尤为明亮 诗人以明暗对比 涂出夜雨来临前的静谜 二十五 野矿天低树 江青月近人 孟浩然唐代速见得江 广阔的原野上 天空似乎压低树梢 江水清澈 月光仿佛靠近人 描绘出夜泊江边的宁静 二十六 红雁几十道 江湖秋水多 杜甫 唐代天末怀里白 红雁河时传来消息 江湖间的秋水广阔无垠 诗中表现了对远方有人的深深思念 二十七 为北春天树 将冬日暮云 杜甫 唐代春日一礼白 为北春天树暮繁茂 将冬日暮云彩缭绕 诗人借景舒怀 表达对李白的思念与惆怅 二十八 小舟从此事 江海寄于生 苏氏 宋代林江仙 小舟自此远去 江于生寄托于江海 诗中透露出苏氏超然物外的心境 与对人生的豁达 二十九 山随平野尽 将入大荒流 李白唐代渡经门送别 群山在平野中渐渐消失 江水流入无边的大荒 诗句描绘出壮丽的自然景象 与深远的意境 三十 星垂平野阔 月永大江流 杜甫 唐代旅夜舒怀 繁星低垂 平野辽阔 月光映照着奔腾的江水 诗中表现出宇宙的壮阔 与诗人的孤寂 三十一 孤舟梭利恩 读调寒江雪 柳宗元唐代江雪 孤舟上的老人 披着缩衣 独自在寒江雪景中垂吊 诗句刻画了 孤高而宁静的意境 三十二 敲门都不应 以仗听江声 苏氏 宋代林江仙 敲门无人应答 诗人以仗而立 静听江水之声 诗中流露出一种淡然宁静的心境 三十三 至今思项羽 不肯过江东 李清照宋代夏日绝句 至今仍思念项羽 他宁死也不肯过江东 诗人及项羽表达对忠诚与英雄气节的崇敬 三十四 阁中弟子今何在 剑外长江空自流 王伯唐代腾王阁旭 阁中的弟子如今身在何方 而窗外的长江却依然无情地流淌 表达出诗人对过去的怀念与无奈 三十五 将寒秋影雁出飞 语客写虎上脆微 杜牧 唐代九日取山灯高 将水倒映秋日的影子 雁群出飞 诗人写有共灯高处 描绘出一幅秋日灯高的诗意画面 三十六 江间波浪尖天涌 赛上风云皆地音 杜甫 唐代秋星八首 江上的波浪汹涌与天连成一片 边塞的风云压向大地 诗中流露出壮阔而沉郁的情感 三十七 江流婉转绕方殿 月照花林皆四线 张若须唐代春江花月夜 江水蜿蜒流过芳草地 月光照耀着花林 如同白雪覆盖 描绘出一片清幽梦幻的景象 三十八 江畔何人初见月 江月何年初照人 张若须唐代春江花月夜 谁最先在江畔看到明月 江月又是何时首次照耀人 诗句透出对时间与自然的哲思 三十九 江水流春去玉境 江潭落月赴西斜 张若须唐代春江花月夜 江水随着春天流逝殆尽 江潭中的落月又慢慢向西倾斜 展现了时间流逝的感伤 四十 江天一色无仙尘 角角空中孤月轮 张若须唐代春江花月夜 江水与天空一片洁净 毫无尘埃 空中一轮明月孤悬 诗句营造出纯净空灵的意境 四十一 燕燕随波千万里 何处春江无月明 张若须唐代春江花月夜 江水在月光下闪烁 蔓延千里 何处的春江没有皎洁的月光 诗句表达了春江夜月的美景 与深远的意境 展现了自然与心灵的交融 四十二 峨眉山月半轮秋 引入平枪江水流 李白 唐代峨眉山月歌 峨眉山的明月在秋夜中如半轮挂天 影子投射入平枪江的水流中 描绘了秋天夜晚的静谧与优雅 传达出李白对自然的热爱与赞美 四十三 江山故宅空闻早 云与荒台起梦思 杜甫唐代永怀古迹五首其二 昔日繁华的宫殿早已荒废 昔日的荣耀如今只能成为梦中思绪 表达对历史变迁的感慨 四十四 江山代有才人出 各领风骚数百年 照一清代论诗五首其二 每个时代都有出色的人才 他们各自领导文坛潮流 诗人感叹文坛世代交替的自然规律 四十五 江上小唐朝翡翠 院边高种卧麒麟 杜甫 唐代曲江二手其一 江边的小唐中翠鸟筑巢 院边的高大陵墓上麒麟石像横卧 景象透露出荒凉与岁月流逝 四十六 江东子弟金虽在 肯与君王卷土来 晚安时 宋代叠提屋将停 江东的子弟虽然还在 但他们是否愿意为君王卷土重来 诗人借此思考历史教训与英雄陌路 四十七 江城吹脚水茫茫 举饮边声怨思长 李设唐代润舟听木脚 木脚声回荡在茫茫江城之中 随之传来的是边塞的忧怨声音 表达思乡与战乱的悲怆 四十八 江额提竹宿女仇 礼平中国谈空喉 李贺唐代礼平空喉尹 竹林中的江额在啼哭 宿女仇续满怀 李贺在弹奏空喉 诗句充满神秘的悲情气氛 四十九 江头宫殿所签门 戏柳心脯为谁律 杜甫 唐代哀江头 江边的宫殿大门紧锁 戏柳和心脯为谁而律 诗人感叹曾经的繁华与现今的荒凉 五十 江头未是风波恶 别有人间行路难 心气急 宋带着孤天宋人 江上的风浪还不算最凶险 世间另有更难走的路 诗句隐含人生艰难的深刻意义 五十一 江与飞飞江草齐 六朝如梦鸟空蹄 维装唐代台城江上细雨纷飞 草木繁茂 六朝的繁华如梦一样消散 只有鸟在空气中提名 表现出历史的苍凉 五十二 江海相逢客恨多 秋风夜下洞停波 温亭云唐代赠少年 在江海相逢 一厢客的愁绪更多 秋风吹落叶片 洞亭湖上波涛翻滚 抒发出积虑的孤寂与愁绪 五十三 春江花招秋月夜 往往取酒还读清 白居易唐代琵琶行 春江的花招 秋月的夜晚 诗人总是举杯自饮 隐含着孤寂与对美好事物的思念 五十四 春江潮水连海平 海上明月共潮生 张若须唐代春江花月夜 春江潮水涨满与大海相平 海上的明月与潮水一同升起 诗句描绘出江海共生的壮美景象 五十五 锦江春色来天地 玉蕾浮云变古今 杜甫 唐代灯楼 锦江的春色 庞浮包裹住天地 玉蕾山上的浮云变幻无常 诗中感慨时光流转 与历史兴衰 五十六 陈江性自绕 陈山 为谁留下肖香去 秦官宋代他所行 陈州旅设 陈江绕着陈山流淌 但他流向肖香是为了谁 诗句充满积虑中的 孤寂与无奈 五十七 长江春水滤堪染 连夜出水大如前 张吉唐代春别取 长江的春水 碧绿的像染过一样 连夜刚从水中冒出 如同铜钱般大小 描写出春日江上的生机 五十八 昨夜江边春水生 萌冲巨剑一毛青 诸熙宋代 活水亭关书有感二手其二 昨夜江水暴涨 巨大的萌冲战剑 如同羽毛般轻盈 诗句形象生动地表现了 江水的迅猛与力量 五十九 清风江上秋翻远 白地成边古墓书 高是唐代送礼少府 贬来中王少府贬长沙 江上的清风 映衬着远去的秋翻 白地成边的古树稀疏 诗中充满了送别的凄凉与惆怅 六十 院外江头坐不归 水晶宫殿转飞微 杜甫 唐代取江对酒 江边坐着久久不归 远望水晶宫殿被雾气笼罩 诗句中充满了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与惆怅 六十一 去来江头守空船 绕船月明江水寒 白居易唐代琵琶行 来来去去在江头守着一艘空船 月光环绕着船身 寒冷的江水映住月光 透露出孤寂的心情 六十二 寻阳江头夜送客 枫叶嫡花秋色色 白居易唐代琵琶行 夜晚在寻阳江头送别客人 秋风中枫叶和笛花随风颤抖 渲染出送别的凄凉氛围 六十三 落魄江湖在酒行 楚腰纤细长中轻 杜牧唐代浅怀 漂泊在江湖间随身带着酒游走 记忆中女子的仙腰轻如掌上雾 展现了诗人生活的潇洒与感慨 六十四 正是江南好风景 落花时节又逢君 杜甫唐代江南逢礼归年 正是江南美好的风景 落花的时节 意外地再次遇见了老友 充满感慨与惊喜 六十五 寒雨连江夜入午 平民送客楚山姑 王昌龄唐代芙蓉楼送新建 寒冷的雨连绵江面 夜晚来到吴地 天亮时送别有人 楚地的山显得孤寂 渲染了离别的酬绪 六十六 住进盆江地滴湿 黄炉苦竹绕窄生 白居易堂带琵琶行 居住在靠近盆江的滴湿地区 周围长满了黄炉和苦竹 描绘出居所的荒凉与简陋 六十七 春风又绿江南岸 明月何时照我还 王安时 宋代博传瓜州 春风再次吹绿了江南的岸边 诗人遥望着明月 不禁思念何时能回到故乡 六十八 黄师塔前江水东 春光揽困以微风 杜甫 唐代江畔独步寻花起舞 黄师塔前的江水向东流去 春日的暖光令人慵懒 微风拂面 诗人悠然自得的漫步 六十九 天门中断楚江开 碧水东流至此回 李白唐代望天门山 天门山被楚江一分为二 碧绿的江水向东流淌 至此回旋 描绘出壮丽的江山景象 七十 欲估台下青江水 中间多少行人类 心气急 宋代菩萨满书江西造口壁 欲估台下的青江水静静流淌 多少过客再次流下了离别的眼泪 表达出诗人的感慨 七十一 腾王高阁临江主 佩玉明鸾罢歌舞 王伯 唐代腾王阁续腾王阁高临江案 玉佩与明鸾之声在歌舞结束后随风而去 暗示着世事的无常 七十二 观赛集天为鸟道 江湖满地一鱼扔 杜甫 唐代秋星八首 天际的边关上只见鸟道 江湖之间 遍地皆是孤独的语恩 反映出诗人对时局的无奈 七十三 岭树重遮千里木 江流驱四九回肠 柳宗园唐代登柳州城楼 聚张厅风帘四周 山岭上的树木重重遮挡了远方的视线 江水蜿蜒曲折 如同九回的肠子般令人牵挂 七十四 人生有情类战役 江水江花起终极 杜甫唐代哀江头人生充满情感的泪水 江水和江边的花草并无尽头 抒发了诗人无尽的哀伤 七十五 萧萧无夜送寒声 江上秋风动客情 叶绍恩宋代叶书所见 萧萧的梧桐夜发出寒冷的声音 江上的秋风引起了游子的思乡之情 七十六 月落屋提霜满天 江风雨火对筹眠 张继唐代风桥夜薄 月亮已经西沉 乌鸦提叫 霜降满天 江边的风树和雨火相应 诗人因筹绪难眠 七十七 人生代代无穷矣 江月年年望相似 张若须唐代春江花月夜 人生代代无穷无尽 但年年江上的明月始终如一 诗句表达了人生短暂与自然永恒的对比 七十八 座中弃下谁最多 江州司马青山诗 白居易唐代琵琶行 在座的人中 谁的泪水流得最多 江州司马的青山都被泪水打湿了 形象地表达了诗人的哀痛 七十九 落幕千山天远大 橙江一道月分明 黄亭间宋代灯快阁 满山的落叶显示出天地的宽广 成澈的江水如一道青线 在明月下显得格外清晰 描绘出壮丽的自然景色 八十 竹外桃花三两枝 春江水暖鸭先知 苏氏宋代会从春江完景 竹林外有几只桃花悄然开放 春江的水变暖了 水中的鸭子最先感知到了这一变化 诗句描绘了春天江上的生机勃勃 八十一 商女不知亡国恨 隔江游唱后庭花 杜牧 唐代博情怀 商女们对国家的灭亡毫无所知 却依然在江边高唱后庭花 反映出无知与对美好事物的渴望 八十二 一道残阳铺水中 半江瑟瑟半江红 白居易 唐代木江银 夕阳的余晖映在江水中 一半的江水泛住瑟瑟的光 另一半则是红色的 描绘了美丽的江边景色 八十三 朝此白地彩云间 千里江陵一日还 礼白唐代早发白地成 清晨告别白地成 彩云之中 千里之外的江陵在一天内便能到达 展示了诗人的豪情壮志 八十四 杨柳轻轻将水平 闻郎将上踏歌声 刘雨昕唐代竹之此二手其一 轻轻的杨柳在江边咬夜 耳边传来郎君在江上踏歌的声音 诗句充满生动的意境 八十五 深知身在情常在 畅望江头江水声 李商隐唐代木秋独有取江 深知自己身处何地 情感依然绵长 遥望江头听江水流淌 带着无尽的惆怅 八十六 去来江头守空船 绕船月明江水寒 白居易唐代琵琶行 来来去去在江口守着一艘空船 明亮的月光映照着寒冷的江水 流露出孤独的心情 八十七 东传西房巧无言 唯见江心秋月白 白居易唐代琵琶行 东传西房静默无声 只有江心的秋月清白如洗 增添了愁绪与宁静 八十八 罪不成欢惨江别 别时茫茫将近月 白居易唐代琵琶行 因罪而无法欢乐 悲惨得即将离别 此时的江水映住朦胧的月光 似乎更添惆怅 八十九 日出江花红盛火 春来江水绿如蓝 白居易 唐代一江南 晨曦中江边的花红似火 春天来临时江水绿如蓝 描绘了江南春色的绚丽 九时 闲梦江南美熟日 夜船吹笛雨萧萧 黄斧松 唐代梦江南蓝尽落 梦中闲有江南 梅花熟透 夜晚的船上传来笛声 伴随着熙熙的细雨 渲染出宁静的氛围 九十一 日暮相关何处是 烟波江上使人愁 催好 唐代环鹤楼 日暮时分 故乡何处在心中变得模糊 江上的烟波更增添了游子的愁苦 九十二 青山隐隐水迢迢 秋尽江南草未雕 渡牧 唐代记扬州寒绰判官 青山隐约 水流迢迢 秋天已过 江南的草却依然翠绿 展现出生命的坚韧 九十三 东传西房巧无言 唯见江心秋月白 白居易唐代琵琶行 东传西房无言以对 唯见江心的秋月 洁白无瑕 充满了孤寂的感觉 九十四 朝回日日点春衣 每日江头尽最归 杜甫 唐代曲江二手 每天早晨回到家中 换上春衣 每天都在江边陶醉而归 表达了诗人的快意人生 九十五 锦城司馆日纷纷 半入江峰 半入云 杜甫 唐代赠花青 繁华的锦城里 司竹之音日夜不停 音乐伴着江峰与云彩 展现出繁华的盛景 九十六 青江一曲抱村流 长夏江村适适幽 杜甫 唐代江村清澈的江水 在村旁流淌 漫长的夏天 江村里一切都显得宁静优雅 九十七 不知江月带何人 但见长江送流水 张若须唐代春江花月夜 不知道江上的明月 在等待何人 只见长江不断送走流水 表达了时间的流逝与无常 九十八 孤帆圆影碧空尽 唯见长江天际流 礼白 唐代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灵 孤独的翻影在碧空中渐行渐远 唯见长江在天际流淌 寓意助离别与不舍 九十九 无边落幕萧萧下 不进长江滚滚来 杜甫 唐代登高 无边的落叶随风而落 长江的水流则滚滚而来 形成了自然的无穷轮回 一百 高楼送客不能醉 寄计寒江明月心 王昌龄唐代芙蓉楼送新建二手 高楼上送别客人 却不能让人陶醉 只有在寒冷的江面上明亮的月光 映射住诗人的心情